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 祝福你今天真真实实地活在神的爱和恩典当中 你最近很挫折吗 或者你最近对很多的事情很失望 我们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 在保罗的书信当中 哥林多前书是他中期的侍奉 他有三次的旅行步道 在那三次旅行步道的第三次当中 他写了这封书信 而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 你会看见他怎么看他自己的人生 他说在使徒当中 我是最小的 我不但是 不但是是这个 没有不是最最最最了不起最大的那个 我是排在后面的 我是最小的那个 他说因为我从前有很多很不好的行为 而今天我能还能够被上帝的用 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是 那个时候其实保罗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 抵挡耶稣的保罗了 那个时候神已经用他做了很多的事 他建立了很多的教会 他传福音很有果效 甚至他医病 他的赶鬼 很多人都 哇 崇拜他 保罗 可是他承认 这些事情哪里 哪一件事我靠自己可以做成的呢 我可以医病吗 还是我可以赶鬼 还是我 都不是 他说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 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当他数算这些神用他的恩典的时候 他说我有什么不是领受的 既然是领受的 有什么好自夸的 如果那些东西都是我的成就 我觉得我很棒 保罗说可是我自己知道啊 哪里是我的成就 我会医病吗 保罗说保罗自己身上都有一根刺 我们也不太知道那根刺是什么 在保罗书里面讲到他的眼睛不好 他字写的很大 有的人说可能是他有眼疾 眼睛有病 或者他有别的一些毛病 有别的一些软弱 有别的一些失败 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 保罗如果说 我靠我自己 我既可以医病又可以改不可以 我可以改变别人的生命 大概他要说 算了吧 我连我自己那根刺都解决不了 我连一根小小的刺我都拔不出来 我有什么能力解决别人的问题 所以今天可以解决别人问题的 不是我保罗 我是神 他说我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既是领受又有什么可夸的呢 我常常跟大家分享说 我念书的时候 特别在我高中的时候 很糟糕 我高中真的是搞了五年 连毕业证书都没有 我重考一年 进了高中之后又留级一年 人家高一高二高三 我高四高五还没拿到毕业证书 真的糟糕的一塌糊涂 可是神恩待我 后来我考上大学 三十岁之后我出国念书 回来的时候 神还给我一个好特别的机会 我在大学教书 这样我每次我开车到学校去的时候 心里面都有一个很深的感恩 那是因为我到美国去念书 结果我有很好的成绩 我拿到硕士 拿到博士 回来之后 所以大家就聘我到大学去教书 而且是国立的学校 没有耶 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根本没有念完 我根本拿不到 拿不到 我们既不是硕士 也不是博士 我不过就是一个大学 毕业生的学历而已 那我凭什么回大专院校去教书呢 就是恩典啊 就是神给我的一个恩典 神很特别的 在我那时候做的电视节目 新闻节目里面 我访问到一位 一位这个学校的教主人 这位教主人 他非常欣赏我 他就跟我谈话 然后他就跟我说 你要不要来我们学校教书 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跟他说 对不起啊 我其实没有 我只是一个大学毕业生 我根本没有硕士 也没有学士 他说啊 那你不是到美国去念书吗 我就只好诚实说 对不起 教主人 其实我没有念完 然后他想一想 没关系 我来帮你安排看 你可不可以 你愿不愿意用助教的名义 进学校去做讲师 去做讲师 教讲师的课程 他帮我安排了很多 我现在回过头来想 那除了恩典 你还能够说是什么 我根本就没有那个资格 但是主就是做到了 我每一次读到保罗说 他说我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既是领受的 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呢 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 学生评鉴我第一名 你看我觉得 哇 好棒 我第一名 我自己知道 我连教书的条件都没有 有什么可自夸的呢 数算神的恩典 让我们懂得在神的面前 谦卑 谦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